记者见到张师傅的地方是在金华兰西 他开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卖葡萄 从浦江到兰西路上花了他一个半小时 记者看到张师傅的一只脚装着假只 他说那天自己在支付宝看到了账单 一时间还不太敢相信 我一看后来我的花贝上面都没有钱了 就这样子一看完轮后面我就打电话问我小舅子 我说这个账单是不是假的 发给我小舅子看 花贝上面没有钱了 后面全部拉拉拉拉拉到下面 七八十个账单 账单的信息是什么 账单的信息上面是逃跑少年 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的 张师傅提供了支付宝花贝的记录 可以看到第一笔消费是在7月31号晚上9点半左右 消费了18元 之后陆陆续续消费了20多笔 根据支付宝的统计 7月支出1597块6 8月份的支出暴涨到54,058块钱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小额的 从6块啊 8块啊 20几块啊 70几块这样子冲的 后来的话呢 大额的600多600多600多这样子冲 600多的将近有大概有70几笔 我看 这5万多你们夫妻俩大概要 这个夫妻两个大概要差不多 说句的话要净利润的话 我看一年都成不起 张师傅的手机上有一款叫做逃跑吧少年的游戏 点开充值界面 可以看到有6元到648元不等的充值选项 这和张师傅账单里的充值金额能够对得上 游戏里1块钱等于10个钻石 账号里还剩下21027个钻石 账号下来是2000多块钱 其他的钱都被张师傅的大儿子花了 钱冲了都干嘛 别哭 别哭别哭别哭 哥哥这么做对不对啊 对 哥哥冲钱对不对啊 对啊 哥哥冲钱还对啊 哥哥冲钱是不对的 知不知道了 不要跟哥哥去啊 张师傅说 现在他就想问问游戏公司 能不能把孩子充值的钱退回来 通过您刚刚就是提供了我们用户的一个手机号 这边是查到 确实是有这个相似的情况存在的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之前的同事呢 也有帮我们这位用户做了一个返回登记 目前呢 确实还正在处理中 然后咱们这个游戏有没有 比如说未成年这些保护机制的 这边的话我们是根据一个实名认证消息来进行一个判断的 如果说实名认证是未成年或者是小于8岁的话 有些年是禁止充值的 大于等于8周岁 或者是小于16周岁 是月子充值小于等于200的是这样的 那他这个账号有没有进行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 这边的话确实关于这个相方面的一个问题呢 确实会有我们一个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用户 核实这个问题的 如果确实核实到是有未成年进行操作支付充值的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退款处理 记者留下了电话号码 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有结果之后会跟进最新的处理情况 记者建议张师傅在耐心等待一下 等有结果之后再进行沟通 要不要把黄金演技术报道